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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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四做好锁国准备 但台湾究竟有多少筹码 如此反制 究竟对台湾有什么好处 选择对抗 对台湾人民将是不归路 蔡当局该回头思考两岸的结 这才是解决台湾内外困局的核心所在 全民等待蔡英文的下一步 联合晚报25日说 民进党该有自知之明 执意导向每日无法解决困境 联合报还分析说 解决两岸问题时 台当局不能忽视大陆崛起引发的强大慈禧效应 例如 台湾年轻人虽被民进党称为天然独 却有越来越多的学子涌向对岸求学 这也足见两岸问题 不是靠试不两立就可解决 必须花更多耐心与智慧去突破 化解 联合报称 台湾国安会前秘书长苏奇 访问大陆后 这样总结其对台政策 大陆的所有压力针对的都是台独 不是台湾人民 对于蔡英文政府 大陆的门没有完全观赏 当局随时可以答卷 环球时报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文轩 环球时报记者郭月丹李俊峰